大家好,我是Wonderful, 多謝你來我的頻道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像我一樣 去到同一間食店都會叫同樣的食物呢? 這條影片是跟大家分享兩間食店 我相信你們都會去過的 口味濃淡各有所好 這條影片只是個人口味分享 我們三個人兩年前到達吃午餐 午餐是包括指定飲品的 凍飲要加錢,要向服務員查詢 因為隨時有變 每次到金鳳 我個人必點之一的咖喱偶飯 每次來吃都保持到我喜歡的味道 咖喱味很香,很濃郁 這裏的咖喱偶飯 牛肉的肉質不韌 又沒有牛的酥味,又不重椰椒味 辣度適中 這麼大份量的白米飯 一定夠拌勻這碟的咖喱汁 第二款必點的是日式吉列豬扒煎蛋飯 吃這麼多次都不厭 豬扒煎得很金黃鬆脆 裡面肉質又很軟軟 炸粉又不會跟肉分開 奶茶有茶味 香滑得來又不會有很強的苦澀味 將白飯拌勻半生熟蛋更加美味 沒有蛋的腥味,令到白米飯有蛋香 豬扒配日式醬汁,很飽味 一個人都可以將全部飯吃光 我們都喜歡這個日式醬汁吉列豬扒 不油膩,吃完下次又想再吃 有蜜糖,又有蒜蓉,又有白粉 炒飯炒底 味道應該不錯 雞肉嫩滑,味道正正常常 甜甜的,加上味道適中的醬汁 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就不會有一食難忘的感覺 吃飽飯,游到2點半下午茶時間 我們都很想試試它的炸雞腿 下午茶餐,都包括指定飲品 凍飲要加錢 當服務完,將炸雞腿放在桌上 覺得賣相有點乾 好幸好炸雞腿外皮有點微脆 還帶點鹹香 另外,雞肉的質感嫩滑,有肉汁,不乾 薯仔沙拉少許甜酸,薯仔夠淋 薯仔夠淋 下午茶價錢,親民有包子 定熱飲,動飲要加錢 Hoo! 待會兒在家看到 打瓶 吵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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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都很冷,加上又下雪 我和家人來這間和花越南牛肉粉吃午餐 他們的餐牌也很有歷史的痕跡 他們的餐牌也有很多款式讓你選擇 湯底是熱騰騰的 生牛肉很快就熟透了 湯底不是很濃郁的味道,但很清甜 我個人就很喜歡 牛肉片質素不錯,很嫩滑 粉皮很薄,非常通透 很清楚看到餡料,又沒有穿 餡料有生菜,米粉,熟了的蝦和很少的九層塔 配上甜甜的特製花生醬,很嫩滑 粉皮也很韌韌,蝦也很大 這個蝦卷小吃,我們都滿意 熱騰騰,又聞到濃濃海鮮和蕃茄的味道 有四分之一隻的蟹仔是湯面 我也是第一次吃這個蕃茄蟹粉 我也很想知道它的成份是什麼 網上的資料就是用瓶裝的蟹膏,肉碎,加上剁碎的蝦肉 蕃茄,米粉,還有蛋 加上湯面的南蟹仔 因為湯面有海鮮類的食材,一定要熱騰騰地吃 不然就會有海鮮的腥味 大部份的食材都打碎 老實說,我真的很難分辨出每一樣的食材 個人覺得湯是很鮮甜,如果可以熱騰騰吃的話 米粉爽滑,厚厚的蟹膏,碎肉和蛋 口感很特別 湯很好吃,所有湯給我喝光 因為要吃其他東西,吃剩的就拿回家再吃 這個烤豬扒比較薄,但它是沒有肥肉的 我個人喜歡有少許油脂,吃起來比較甘香 春捲的外層很鬆脆 旁邊的餡料又很豐富,又不油膩 配上魚露又很惹味 這裡的白米飯比較軟軟一些 我個人就喜歡煙煙韌韌的口感 這碟烤豬扒和春捲,個人特別喜歡這個 越南春捲 烤豬扒味道正常 如果肉質厚一點 又帶點油脂,更加好 烤雞肉和烤豬肉都很甘香美味 肉質都不錯 如果烤雞肉大快一點就好了 把白飯改為番茄炒飯 比較乾身,有好味道些 更加提升口味 沒有吃沒有至少 будет不必你 烤雞肉 仍然 Öl 身材 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